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看一個二手樓盤 在溫哥華東區的Victoria這個區域 是一個2018年建的碩士樓盤 高層高高層高樓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棟高層 其實這個屋苑名叫Kenston Gardens 由三棟高樓和低樓層的層建造 中間的平台三樓還有很多會所 像私北游泳池等等 我們現在先去unit進去看看 門牌號碼是2220 Kingsway 旁邊其實很容易形,就是大桶樺 我先戴上口罩 West Bank有很多建築 好像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Grand Facility 都是這些很大到滿 就是 entrance area 會比較漂亮 進來之後 大家看到這個設計 其實是 mailbox area 它這棟建築有24小時的concierge 就是24小時 你都會看到有女士或者男士 在這裡幫你服務 收這些package 進來這邊 就會再有一個 area 就是進入行李箱 進行李箱 總共整棟樓高18層 我們的行李箱在8樓 這部行李箱其實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很大 很多時候行李箱會比較小 現在它有很大的鏡 我們現在到了8樓 我們去行李箱看一看 其實你一出行李箱轉右邊 走兩步便到了 它不會對著升降機 但也不會走太遠 大家看到它帶門口入口 其實這個門是40吋門 比尋常門會闊一點 我們現在進來的單位 是807 8樓的單位 它是一個722尺 兩房兩個洗手間 再加一個flex room的單位 房間分兩邊 我這邊是廚房飯廳位 前面客廳 門口在後面 方向東南邊 稍後會和大家出賣露台 看看景觀 我們先看看廚房 因為這個屋子 現在是租客居住的 當初屋主買這個單位 時向發展商買 發展商又出租 現在租金是2480元 這兩房單位 租約會在11月尚未完結 據我所知 租客應該會搬走 不過還未出認識 門口這邊進來 門口旁邊 其實已經有一個closet 其實這個即是很省位 門口進來 這邊有衣櫃位 這裏是洗衣機乾衣機的位置 它的電器牌子 都是用bloomberg的 因為這個單位是租客居住 所以我們這次快看 那些櫃就不開了 因為比較多個人的物品 其實這個廚房是Linear 加上一個比較大的island island 就是巴桌 這個是雪櫃 24吋雪櫃 下面是冰櫃 這邊是counter space 台面和island面的材質 都是quart白色的 然後上下也有廚櫃 超油煙機 濃油爐頭 加上焗爐 都是MILLA這個牌子 雪櫃也是MILLA這個牌子 上面也有風罐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都是儲物空間 back splash 是細格的玻璃磚 這邊還有LED燈可以開的櫃底 空間也比較闊 已經是比較modern的設計 這裡是中度的位置 這些一格格的櫃桶 是儲物空間 這個是雙升盤 然後這個是洗碗碟機 牌子也是MILLA 這裡還有門 可以說是flex 或者是pantry space 因為其實都挺大的 現在裡面還放多了冷凍 因為有電鍵 那些 這邊一直都可以放東西 到門的後面 還有空間 大家可以看到 還有一些空間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東西放 你可以用這個空間 如果你想當作是 一個細書房的形式 也是OK的 不過可能窄一點 OK 然後來到這邊 中度位 有電鍵 這裡可以放差不多四張巴椅 如果當然坐得舒服 可能三個人 因為這個位比較窄一點 然後大家看到兩邊分開 就是兩邊的睡房 我現在中間站的這個位置 上面有個這樣的東西 其實這邊可以裝吊燈 所以這個位置可以是一個 細細的dining space 就做不到太大了 因為尺數有限 這裡可以是梳化位 其實它現在的living room 是移到前面的 它兩邊都還留了空間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 要放一個dining table的話 那些傢俬可能就要移到後 sliding door 開在這裡 所以我們昨天 open house的時候 都研究過 如果你想放L shape的梳化都可以 這邊都可以去到這個位 都不頂的 這邊看出去 其實就是東南的景色 我們現在下午時分 所以太陽就沒有入屋 但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外面的話 這個view都open的 我們現在看出去 Kingsway在這裡 那一條是Kingsway 我們是進來的 我們不是對正著Kingsway的unit 前面有兩三個單位 是擋住的聲音 這裡我們看著是Lingway 前面這些是condo 然後後面這裡 就是有一些獨立屋 有些都建了Lingway house 這裡再看出去都是獨立屋 所以這邊的view都比較secure 前面還有一些high rise 但現在這樣看出去都很舒服 露台很長 一直從這裡延伸到後面 後面還有一個sliding door 可以進去主人房 稍後再跟大家看看 我們現在進來了 我們先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是在右手邊 進來之後 現在Tenman放了一個 King size床 雙門椅在這裡 這邊是sliding door 可以直出去 開給大家看看 這裡還有一個nook 如果衣櫃位不夠 這邊都可以再做一個矮櫃 但因為上面有sprinkler 即是灑水系統 所以就不可以做到頂 我想你做到這邊就差不多了 sliding door的話 就可以走出去 通回客廳位 主人房這邊有個自己的洗手間 這裡是connect的 衣櫃就不開了 洗手間裡面是shower加bath tub 它有個glass door 但這個也是浴缸位 大家看到後面的長磚 都有特色的長磚 一顆顆彈出來 這一面還有這一面是鋪磚 其他就是牆壁 這裡有個medicine cabinet 上面有LED燈 雙門的處物空間 主人房的洗手間就是這樣 我們crossover分客廳位 就會看到涼路門 其實它是這樣的 這裡門開得很大 可以這樣 36吋來的 36吋來的 這是一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可以當作客廁 沒有了bath tub 就是shower stove 其他的設施跟剛才一樣 這邊還有到sliding door 可以連接到你的second back room 所以其實這個unit 類似是做了好像雙套房的設計 只是其中一個套房 都可以通回客廳 即是做guest bathroom 所有房間和客廳 看出去的景色是一樣的 都是向著東南方 看到少少Kingsway Open View 這兩個是大玻璃 這裡還有一個可以開窗 通風的窗 unit是有冷氣有暖氣的 這裡有closet door 我們這邊開門就可以出去了 剛才和大家看過一次 unit是四四方方向東南 722呎 管理費是554元 包含什麼呢 包含濾 然後冷暖氣 因為他也是用熱浪系統的 所以是冷暖氣都包含 然後24小時下面的concierge服務 還有就是所有的會所設施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會所設施 以及周邊的環境 一層有10個單位 門牌號碼有11號 是因為沒有了4號 我們是807這個 我們在電梯口位兩部電梯 另外Kingsway其實是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我們距離Kingsway 就還有三個單位擋一擋 這個是Gym房的範圍 現在有人在裡面用 我們就不要進去 我們在外面拍一拍 然後看看能否出到外面的空間 它的空間是早上7點到晚上的 即是晚上的7點 我們現在其實是去整個屋園 Kingsantern Carden的平台位 所以這邊其實是看不到Street 一定要在這幾棟住宅的人 才可以進來用到 這邊是有個泳池 有個Hot Cup 有人在用我就不拍了 這邊就是泳池 剛才我們外面看進來的地方 那裡有Study Room 這裡有Party Room 這個要預訂才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有個廚房 Hot Kitchen 可以在這裏煮食 或者叫做Catering 然後有球桌 有大桌 有大桌 也有sliding door 有可以push up的 door 可以出到外面的外面 我們這邊就是升降口位出來 其實右邊旁邊就是 我們的Locker 13號 很棒的 是corner unit 有什麼好 跟頭戀看得清楚 就是這個 這隻Locker 會比平時我們見的 有些建築 都相對大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見到 四乘六乘六 可能就是這樣 它再闊多一點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Locker Room Locker在二樓 P2 登場就是P3 都挺近的 它的登場就是389 距離入去的 entrance 就很近的 就是這個位置 現在就租客的車 它這架是HRV 即Honda 都可以的 尺寸 但可能再大一點的SUV 就不適合了 這裏就是 然後大統華的話 其實就在前面 行兩步就到了 這個建築下面 都有一些商戶 比如說這裏有個cafe 可以吃一些pancakes 可以喝杯咖啡 旁邊就有一些眼科 牙科這樣的商戶 可以看到前面也有銀行 有Scotiabank 對面的Dollarama 就是好像十元店 賣零稅的文具 雜貨類的東西 這個是大統華的食物地方 前面還有KFC 附近因為是Kingsway 和前面加Victoria 那些 Nanaymo Victoria 那邊也會有很多 其實中餐館也有很多 海鮮酒家 其實大統華旁邊已經是一間了 所以你在這裏 你吃西餐、中餐、快餐 這間都會有很多選擇 我直接旁邊有個時代文化 海鮮酒家 好像沒吃過這間 可以找進來試試 那現在我們這一個area 即這幾棟樓 這條街很明顯 感覺是新正很多 因為算是這個區 即比較modernized 即將以前可能舊的建築 或者舊的industrial area 就收了 就蓋了這些新的high rise 那是一個很新的area 因為2018年 加上商鋪 看上去都很帥 你走多五分十分鐘 又可以去一些 很有舊港式的味道 那些feel 我都很喜歡去那一間 買菜 買點菜 買點食物 好 好 今天生日的朋友 Happy Birthday 如果你今天是生日 記得留言 算了 人家的 狗餅你也想吃 我吃過 真的吃過狗餅 挺好吃的 其實賣完樓了 這邊 如果走過來 走的會比較久 20分鐘 我們其實開過來 就5分鐘 那就是街市來的 對 那些回到香港的feel 香港的舊街市 那樣 其實我的目的地 就是去前面 有間燒鵝大鑊 其實想買一隻燒鵝回去 幫爸爸媽媽媽 今晚加菜 還有有時我們 現在有車位 還有有時 超早我跟我老公吃早餐 或者吃飯 吃碗麵 可以放兩塊肉 方便快捷 貴事經常吃公仔麵 我去逢星期二休息 其實不是賣廣告 不關事 只是純粹吃燒鵝 原來沒有收廣告費 等一下 你先認真 我們吃什麼 真的是燒鵝 還是燒鴨 還是沙江雞 等等 很多人 有貶零嗎 58元 燒鵝 一隻 一隻 全隻 好 不知道有沒有貨 有些訂了 什麼 燒鵝有沒有 有有有 一隻燒鵝 切 好好切 剛剛出爐 切了 如果晚上吃了 就超小 原來剛剛出爐 最好拿回家自己站 不過算了 我們什麼 有時吃一樓 我不是上車一集 你見的嗎 是嗎 好好好 我吃了飯 我可以的 好 謝謝